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祖国的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一大批 时代的先锋 人民的楷模 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克服困难 忘我工作 在各自的岗背上做出了突出的成就 甚至不如 不惜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们的行为可歌可泣 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永远的榜样 感动中国的模范人物系列 今天介绍的模范人物是 从非 一百八十三名贫困儿童的好爸爸 从非 一百八十三名贫困儿童的好爸爸 从非 原名叫张崇 1969年10月 出生于辽宁省盘景市的一个贫困家庭 初二便被迫处学回家 但执着的音乐梦想让他不畏艰难 四处办师学艺 最终考上沈阳音乐学院声乐系 后被著名歌唱家郭颂 收为关门弟子 张崇怎么改的名呢 从非这个名字是从何而来呢 那是1992年 张崇之身闯荡深圳 因为人生地不熟 他没有可以依靠的朋友 也没有可以帮助他的亲戚 为了自己最基本的生活 他做过搬运工 洗碗工 后来有一次 他因劳累过度 晕倒在草地上 醒来后 他把名字改为丛飞 历史要从草丛中起飞 此后他更加努力 后来 凭借自己出色的 能高音和模仿技巧 慢慢在深圳 展露头角 他是一名歌手 便是一名义工 还是183个孩子的父亲 那么 又是什么 让他和贫困的孩子 和慈善连在一起呢 那是1994年 从飞参加了一场 在四川成都举行的 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慈善艺演 当时 观众席上坐着几百名 因贫困而辍学的孩子 童年的苦难经历 让从飞百感焦急 他当场捐出了所贷的全部现金 2400元 很多人怀疑这是他一时冲动 认为他过一段时间 他就把这些贫困的孩子给忘记了 但从飞并不像大家猜测的那样 他不是一时的冲动 从1994年开始 从飞一直用自身微薄的演出费 资助那些失学儿童 据统计 到从飞过时之前 他捐出的各种钱物 总计仅三百万元 有十多个民族的一百八十三个孩子 得到他的资助 从飞收养资助了这么多 因贫困失学的孩子 花费了几百万元 而他自己 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从飞的家只有58平方米 廉价的防盗门上 铁皮已经破出了半尺多长的大洞 门锁彻底失灵 每天只能虚掩着 狭小的厨房 除了安装炉灶的地方 只能进去一个人 屋里没有任何值钱的家当 衣柜里的衣服 都是些便宜货 唯一有些档次的 就是那套白色的演出服 从飞就这样无怨无悔地付出 他行善的道路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面对各种质疑和不解 从飞却没有退缩 他的朋友刘家增说 2003年因为飞点 从飞的演出机会少了 收入也急剧减少 因寄钱时间延迟 部分受助孩子父母 还曾对从飞说了一些 很难听的话 为了及时给孩子交上学费 从飞向亲朋好友借钱 在开学前给孩子们送去 孩子们终于可以如期上学 但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的从飞 为了那些和自己 没有一丝血缘的孩子们 已经背负了 十七万元的债务 为了还清债务 从飞更加辛苦地 四处演出 十年时间 从飞为助餐 助学 赈灾所进行的一演 超过了四百场 一工服务时间 达三千六百多小时 因为长时间 超负荷工作 再加上饮食起居的不规律 从2004年春天开始 从飞的胃部经常剧烈疼痛 家人和朋友们都劝他住院治疗 但为了省钱 从飞只在门诊 开了些口服药物 2005年5月 从飞被诊断为胃癌晚期 而当时 从飞妻子手里连住院需要的一万元钱 都拿不出来 但从飞的人爱善举 最终还是感动了社会 一位为病中的从飞送去一万元捐款的小伙子说 从飞用爱心感动了深圳 深圳人也要用爱心来温暖从飞 2006年4月20日 年仅37岁的从飞不幸病逝 遵照他遗嘱 妻子给他穿上了那件 他仅有的白色眼出服 大爱无痕 最深刻的感动 也往往无需言辞地表达 从飞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感动 还有震撼 这是人们对他最公正的评价 从看到失学儿童的第一眼 到被死神眷顾之前 他把所有的时间 都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没有丝毫保留 甚至不惜向生命接待 他曾经用舞台构筑课堂 用歌声点亮希望 今天 他的歌喉也许不如往昔聊聊 却赢得了最饱含俊意的喝彩 从飞深受观众喜爱 他有足够的条件 让自己生活在富足中 但他却倾尽家财 资助贫困学生 他为贫困的孩子们 花了几百万元 自己却没钱治病 以致负债 今次也就罢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 他又捐献出自己的眼角膜 是六个孩子 得以重见光明 从非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感动 也不只是震撼 更多的 还是思考 贫穷时应该如何坚守 富有时应该做些什么 以同为敬 可以正一观 以人为敬 可以名得失 什么是贫富贵贱 什么是荣辱得失 在从非面前 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关照一下 自己的内心世界 重新做出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